好 院長 會長 今天我的質疑就像10月10號晚上非常精采的國際煙火跟烏雲金的表演有開始 首先第一件事非常感動 就那一天的整個我知道蔡總統有去 我們游錫坤院長也有到故宮南院在現場 我不知道部長有沒有去 我看包括在地的翁縣長也在那邊 很多的一個貴賓都到現場見證這一刻 非常感人的一刻 當無人機飛出來 這個我們國產自製無人機飛出來了 首土衛國跟中華民國國旗 其實那一刻真的是蠻感動的 因為10月10號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我想蘇院長 我不知道你那一刻 我知道你之後畫面肯定有看到 你自己感覺的感受 如何 我對於任何代表國家如果能夠顯現 那國民表示敬意對於我們的國旗能夠顯現 我都表示鼓勵 那天我們蔡英文總統總統在現場 特別提到 他說8月13號他去啟動 接牌 我們在嘉義 嘉義縣 他叫做亞洲無人機 AI 創新 應用還有製造研發中心 他希望從國內從研發製造測試 這等等的都可以在我們國內嘉義縣進行 尤其今年的國慶煙火也稱讚剛的表演 那我們游院長現在主席也在現場 他特別講 又飛出來守土為國 你我同行 大家一起拼 很感動 那請教 蘇院長現在到底這個無人機國家隊 所以我大概聽到大概一年 目前已經進駐了 進駐情況如何 預計的預算要怎麼去做 請說明一下 無人機確實是已經是新時代 而且這涉及到三個面向 一個是國防 一個是產業 另外一方面是台灣 已經有這樣的起碼的實力 那我們應該後來居上 也發展 所以在嘉義縣 在這個我們整個社 無人機也正在往最後面發展 好 那部長 部長 你說一下好了 因為無人機這個部門很多部會有參與 你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會 你對於我們 次次國產的無人機 那天有這樣的表現 你的感覺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 交通部是負責無人機的整個法令 這個都我們來處理 那應用面是在各個部會 那我們在一百零九年三月 我們在明朗華修訂無人機的專章 然後我們定定在這個 後來就定義無人機的管理規則 那現在有幾個很重要 就剛才談到為什麼可以變成一個 亞洲重要的這個無人機的一個中心 第一個我們包括註冊 包括檢驗 我們只要二十五公斤以上的無人機就要檢驗 那剛才你看到這個亞洲無人機在這個 在這個嘉義的部分 我們是派人到那個地方直接幫他檢驗 所以跟他的無人機中心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另外就是烤罩 兩公斤以上要烤罩 我們現在也是在做這個烤罩 所以等於說 好今天不談你的那個太細的政策的問題 因為你本身也有組成無人機的大聯盟 我只覺得你對於這些業者這麼努力 像那個表現 你要不要稱讚一句話 部長你說 我們國內包括像中科研 他很多過去在做經用無人機的技術也都轉移 現在在國內 國內是這方面在嘉義變成一個聚集的中心 好幾十家的這個場所進駐 而且他們現在在做那個比較大型的這個無人機 甚至是一百五十公斤以上無人機 所以在整個這個無人機的技術 這個在我們國內發展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那重點交通部 你也號召業者從三月開始 你就組成了台灣無人機大聯盟 也不光是法令而已 來協助推動無人機的產業 這是你們的一個大聯盟 那現在一個重點就請教 還是跟你沒關 因為這一次無人機的一個展演中間 就是中間廠商無人機的一個團隊 叫做台灣希望創新公司 已經納入你們國家隊 也進入這個園區了 這個是不是你的遠見 把這樣的人才實力拉進去 這邊應該有些是經濟部 經濟部跟加一線政府 所以跟你絕對沒關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們的國家隊 做得好也跟你沒關 不是就是早去那邊應該是他們比較大的功勞 但是我們國家隊就是在應用面 畫面讓他們知道說 有這麼多的應用 他們值得發展 有我們的法規 也都規定讓他們可以做一些相關的產品 我們也有鼓勵的作用 這是台灣無人機的賈博師 台灣無人機的賈博師 就是台灣希望創新公司 這個部分 說真的院長 我這樣子花這麼多資料收集到這邊 你覺得台灣有這樣的一個實力的公司 你總要說幾句話吧 我們整個國家對於這個無人機 非常重視 甚至於是用國安團隊整個來在整規化 包括國防的產業的 以及剛才所說展演的等等方面 那確實我們自治國內有這樣的實力 我們都以鼓勵 一方面是軍方 一方面國安部經濟部 相關方面都大大鼓勵 地方政府也都在爭取 好來很肯定 那也謝謝委員 我了解 我跟委員報告 你講的這個是以展演為主 我跟你報告 還有以物流為主的 我不要講他的名字 他現在在幫我們郵政 比如說從山下送貨到山上 現在也都測試 也就無人機的應用非常的廣 那展演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在屏東燈會 當時也有這樣的表演 這個我想說這個也算是一個國家隊 就是他是一個展演 為主的這樣一個 一個國家隊 全體上次都 準備進攻 部長 時間用15分鐘 好話正式說完 好話告一段落 我知道院長也知道 這個 總質詢不可能這樣的 當然 好話說完 就適時大家看到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真的被震撼到 不是因為他的表演 而是讓我第一眼看到的 是飛機上面 近距離 看到的是一排 簡體字 簡體字上面寫著 靜止守持區 好 院長 你學法律了 這大概有幾層的拘例 不是 國 國產 自製製造的 這有幾層的拘例 根本是用 我們最怕的 對岸的機器 這個我要了解 我們追著這股機器跑 我不相信 已經納入國家隊的 政府會灑到這種地步 這麼多的部會 會灑到這種地步 因為我不相信 我們終於找到 原來 原來 他是大陸 深圳高聚創新的 群飛 無人機 最新一代 叫做EMO 叫做EMO機型 我們真的找到 我們終於找到 台灣之光 希望創新 公司 所謂的國產自製的 飛機 他的機型幾號 到現在都講不清楚 原來 他原來講不清楚的原因 很可能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有可能 是不是要查一下 螺絲是不是台灣的 只有我們看了一顆電池 跟EMO機型的 專屬電池 下面 還有簡體式的中國製造 再最後一個期待好了 最後一個期待嘛 軟體素也好啊 把深圳 這個高聚的EMO的機型 他的控制台的介面 你們自己去看 網路上很多 一模一樣一顆 那我在想 你這麼多的大陸人機 飛在五六百台 你在金門有一台 大家拼人命把他打下來 五六台在總統行 我們立法院院長 頭上飛 大家不自知 你看到沒有 連軟體 這上面都是EMO 這路徑 據爆料者說 因為當然 在大陸深圳這家公司 也不是傻瓜 所有軟體回去都要跟他編碼 他要收錢 所以非常有可能 我們只贏任見識 我們讓大陸公司 幫我們劃出國旗 我們贏 就這樣 我不知道他贏什麼 現在看起來 我認為九成的機率 飛機也不是他的 電池也不是他的 機座要發射 發射架電腦也不是他的 Software也不是他的 你聽懂嗎 如果我們國家對人 在做這件事情之後 他的功能只剩下一個 搬家公司的功能 你把他拿入國家隊 這不是國家 是國家之詞 你不是無人記事 他如露無人之際 我也查了財政部進口官 他連報官都沒有資料 會不會是從 從這個人說 走私進來的黑機 然後再騙完 我們所有的官員 在天空站飛 你寧可不要有這個表演 你搞什麼 去弄中國的五百台在天上揮 還自吹自擂 用不著這樣 在國慶晚會上 在總統面前 這樣子 我認為不妥當 而且不可以 應該把它查清楚 Oh God please no No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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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